什么叫菩提心 真诚心是菩提心的本体 真则不假了 成就不虚 不是虚伪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用真诚心去生活 你就会喝得很自在 别人用虚伪的心对我 我用真诚心对他 用心不一样 虚伪的心对人 造不善业 他将来国报在三国道 我用真诚心对他 我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欢迎我 不一样啊 什么东西是人物 自私自利是人物 明文立阳是人物 无欲六尘是人物 贪嗔痴慢是人物 这个染物统统要把它去掉 不要去竭尽它了 你的心就清净了 清净心神智慧 从清净心向上提升就是平等心 平等比清净高啊 平等心里面不分别了 傲慢没有了 嫉妒没有了 傲慢 嫉妒都是心不平安 平等心是大彻大悟的关键 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就是真诚 一个佛门弟子 常常用这个对待自己 你看你自己都快乐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啊 对自己是清净平等学 对别人是大慈大悲 换句话说 用真诚的爱心 清净平等的爱心 绝而不迷的爱心 待人久 这叫发佛地心 佛地心我们一听说也吓一跳 这个东西我们画不起来 偶一跳是一句话道破 只要你真正肯 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无上菩提心 我们听他这一句话呢 这一块石头落地 我们无上菩提心发起来了 为什么呢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呢 就是无上菩提心 我们越想越有道理 这却没见 因为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当身成佛 这个是净土不可思议的父 一切经里面没有 释放祝福世界里面也没有 所以各位要老老实实 把握这个真正的无量界以来啊 难得遇到的因缘啊 我们这一次遇到了 不法菩提心 与西方净土不相应 因为西方净土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菩提心 真诚 待人皆无 要用真诚之心 这就是菩提心 决定不能有虚妄 不能有虚伪 要以真诚心待人皆无 我们在佛法才能入门 主要晓得 多少学佛的人 那只出家 到了七十八十九十 佛法没有入得进去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没有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真心成心 这是菩提心的本体 真诚其作用 对自己是清净心 自受用 清凉自在 对别人是大慈大悲 自己心底不清净 对人不慈悲 你自己就要觉悟 菩提心没发得出来 菩提心没发出来是什么心呢 反复心 反复心呢 你就不能出流道 菩提心才能出流道 才能明信见信 才能往生西方 佛离开众生 他不能成佛 我们想学佛 离开众生呢 你就学不成 到哪里去学佛了 佛是因众生而有啊 我们修行也是因众生而修啊 没有众生我们都拿你去修去 没地方修啊 有勤的众生分为两大类 善人我人 一切境界里面也分两大类 顺境逆境 好环境 有个坏环境 在这个两类里面 修什么呢 修自己的清净心 修自己的平等心 修自己的慈悲心 这就叫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不能离开众生 不能离开社会 离开了众生与社会 菩提心到哪里去生 生不起来 你看一切经里面讲 小乘人没有菩提心 为什么呢 因为小乘人脱离人群 脱离社会 他去找一个人际不道的地方 去读神案牺牲 所以他们有菩提心 只有大乘菩萨才有菩提心 我们修什么你要想的 就修这个 这是讲通途法门 只要是佛法 不管是哪个法门 通通都是在人私环境里面 修清净平等慈悲 念佛人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 那就是心愿行 我修心愿行 也不离开人群 也不离开社会 而且他更妙 他用一句阿弥陀佛 去修觉真经 去修菩提心 去修心愿心 这个事妙不可言 你只要抓到纲领了 就晓得怎么个修法 这样才真正能够成功 大经 无量寿经里面 提出修行的宗旨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发菩提心呢 就是心愿 一向专念呢 就是致持命好 这个两句啊 就是小本弥陀经理所说的 心愿行 三次 这个三条 确议不可怕 欧益大师尤其说的好啊 能不能往生呢 决定在 幸愿之一往 品位高下了 决定在 念佛功夫的 情深 我们要真正修设这个法 希望这一层真正有成就 换句话说 一定要放下万语 在这个世间 随一份多事 随一份随一份 要把念佛 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 第一桩 法菩提心 不是只对念佛讲的 我念佛用菩提心 我日常生活当中 出世待人 我还用分别执着 那就错了 祖师大德说的话 一真一切真 一望一切望 这个话我们听多了 那我们用菩提心念佛 我用菩提心生活 用菩提心工作 用菩提心 出世待人教育 这就对了 这才真正有感应到教育 这才是 向方东梅先生说说 人生最高的享受 大雪寒来年佛安 大雪寒来年佛安 一生佛号 一生花 寻美堂学义共识 寻美堂学义共识 主明悄并肩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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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明神 主明神